2016年工作簽證H1B 从4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 估计今年的申请数量 可能超过20万件 竞争非常激烈 对于来美留学人数 逐年增加的中国学生而言 有些人认为念完书 回中国发展也不错 但还有更多的留学生 希望在美国先试试工作机会 这让H1B申请人数 出现了大爆满的情况 2016年工作簽證H1B 的开发名额为6万5千个 另外2万个是专门 给研究所毕业学生 在预估今年申请的 件数会超过20万之后 届时将采取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名额分配 对此在美国念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就说 虽然考虑毕业后 现在美工作累积经验 但也知道竞争太激烈 能获得工作签证并不容易 因为已经在这边 上了四年大学 因为我是大四 然后就是有在陆陆续找工作 想还是想先在这边工作一下 看看情况 国内的话如果家里面 平台稍微高眼 可以帮助自己孩子的 他们拿到比美国更好的报酬 因为你美国你必须真的是 它是一等一级 你初中高中大学 跟研究生的工资完全不一样 它是等等分明的 所以就是竞争太大 其实美国 我们的教育背景是中国的教育背景 我们不可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然后当我们想去进入美国人的圈子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诸多因素 然后这不是一个短时间 我们四年或者是五年能够形成的一个模式 有些学生则说 中国现在机会也很多 留在美国工作不是唯一选项 父母叫我留就要我留在这里就留 不让我留不让我留 我不知道 我就负责读书就好了 当然有吸引力 你看有的人就是来了美国 觉得挺好不愿意回去了 有的呢就 哎呀 每逢佳节 被自信任的 可想回去了 因人而异 我觉得 这待着挺好 但是如果说好几年不回去吧 也不是很现实 亲戚朋友家人乱七八糟全在那边 联邦移民局预期2016年H1B工作签证 开放申请的前五个工作天 就会接受超过名额的申请数量 若有意申请 最好的办法还是提早做好准备 不要错过了开放申请期限